你敢相信吗 新一期天赐的声音又又又杀疯了 张碧晨搭到孟佳再度挑战改编网红歌 一首三败红尘良 解锁国风造型 戏枪杀疯全唱 而胡彦斌跟西林搭档成走新组 一首负重一万斤长大 唱到眼含热泪 毕竟是上千千万的女性 我们应该要觉醒了 那被迫负重的一万斤是时候丢掉了 节目能如此精彩 这六个舞台是重点 节目开场 盖搭档告舞人乐队 演唱告舞人的原创歌曲 法兰西施多 歌曲原本就偏洗脑 歌人特色也十分强烈 原以为盖的加入会稍显突兀 谁承想居然意外地搭配 还真应了西林那一句 今天这个组合应该叫盖舞人 接地盖舞人组上场的是汪苏龙跟王赫野 两人合唱了一首由汪苏龙作词作曲 但是原唱却是金志文的歌曲《我想念》 关键这还是一首ost 来自电视剧下至未至 突然又开始磕陆志杨跟盐墨的CP了 第三组上台的是戴佩妮跟赵磊 选了戴佩妮的原创歌曲《光着我的脚丫子》 整体氛围十分轻松自在 听的人不自觉就想跟着一起挥手微笑了 没错张碧成又又又挑战改编网红歌了 搭档孟佳选了前段时间火遍全网的古风歌曲《三拜红尘梁》进行演绎 节目播出之后这个舞台的争议是最大的 有说孟佳的空气唱法不适合古风歌的 也有说张碧成的戏腔太刻意的 但是整体舞台设计的很完整 各种小细节也很值得琢磨 尤其是最后索纳乐队的出场简直眼情一亮 完美诠释了点睛之笔四个字 上一局打通关的极客俊逸 这一场搭档张亮眼 选择了很符合两人气质的潇洒小姐进行演绎 唱完连主持人都忍不住感叹 这首歌简直就是两人本身啊 绝对的潇洒小姐潇洒到不行啊 上一期还说胡彦斌选歌太保守 这一期他就跟戏林合作上了 敏感题材的负重一万斤长大 因为网络的强大 应该不少人都知道这首歌的创作初衷 来自歌手泰一对电影溯源的理解 所以题材的压抑导致这首歌 完全走不了温暖路线 所以戏林干脆站在了女孩的角度进行演唱 略淡嘶哑的声音仿佛真的贴合上了那句 有些难过 沈总说唱歌会好得多 他骗人的 不是的 我已经畅哑了 一曲结束 全场无人幸免 张碧晨也开始分享起自己幼时被霸凌的经历 直言这首歌他再也不会听第二遍了 因为其中的感情实在太复杂 视频最后 你觉得本期节目当中哪一个舞台最令你惊喜呢